新人物 新生日期間 好可愛喔 大家好,我是Yuki 這個週末我們要到上野車站去走一走 因为东京最近疫情比较减缓 所以人还蛮多的 这里是Ameyogo 上野最有名的一条街 我相信有来过东京的人 都会来这边逛一逛 因为接近中午了 所以我们就先找一间餐厅吃饭 原本只是随意的找一间餐厅 没想到它的炸虾也太好吃了吧 一般的炸虾饭都是用冷冻虾 没想到这间的炸虾竟然是用新鲜大虾去炸 因为是新鲜的大虾所以虾肉非常的甜 而且虾头还吃得到虾膏 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柚子又追加了一只 下次有机会来到上野的话 我推荐一定要点这个炸虾 吃完饭后呢我们去市场逛为逛 接着又去柚子来上野 一定要去的一间店 是这一间二木的果子 这一间店呢在上野呢有很多的分店 它是糖果零食饼干的专卖店 这间店的种类非常的齐全 这里呢就是儿童的专区 它是可以让小孩子一个一个单买的 它是可以让小孩子一个一个单买的 生柚子呢在挑零食的时候呢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吧 有点难以为他没想法 那我们再说一遍 再来的小孩子 再来的小孩 四段呢 所以我们在这一 visibility 其实轟啊 小孩子 我被迫不给你 我没有尝试 这些小孩 很多小孩 我現在是52元 我現在是52元 把桃子放在桌上 我是不太害怕 我為什麼要留著 我真的要去 如果我忘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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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可能要去 我會說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完全全是最後一回合 柚子挑好了要買單了 他買零食都是用他的壓碎錢 今天的預算是200元 結帳時是198 算得還蠻準的 好了临时后呢,我们到上野的公园去走一走 我看不见了 什么? 东京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呢也是禁止 坐下来也餐赏花 但是呢可以边走边赏花 不过呢很可惜,今天的樱花呢还没有完全盛开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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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完之后呢因为还有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KTV包厢唱歌 因为柚子呢在家里常常唱歌 所幸呢就带他来KTV让他唱个过瘾 没想到他同一首歌既然可以唱三遍 这个包厢还不错,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呢 今天的影片呢就在YouTube很美妙的歌声里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